同学们好,前面的课程呢,我们把项目完成了,并且对它呢,进行了一个全平台的适配 那么这节课呢,我们就到了我们最后的阶段,对项目啊,进行全平台的发行和打包 首先我们先来看H5的发行 那么H5相对来说呢,它就比较简单了,所以我们在发行之前呢,先对H5进行一个基础的配置 那么配置在哪里呢,我们先找到maniface.json 在这里面,首先我们要有一个UniApp的用标识,我们点击后面的获取呢,我们可以获取到当前我们应用的一个APPID 然后其他地方呢,我们可以暂时不用理会,我们在左侧找到H5配置 找到H5配置之后呢,我们可以点击这里有一个配置指南 我们可以去了解H5相关的,每一个字段的,我们都是什么意思 那么这里呢,同学们自己了解一下就可以,我们继续回到这里,我们在这里看一下 首先我们先给我们的项目呢,给它一个应用的名称 我们叫木克新闻,我们就直接写在这里 那么下面呢,会有一个index.html模板路径 那么我们HX创建的项目呢,默认我们是看不到这个模板的 虽然看不到啊,但是我们肯定是有一个默认的模板 理论上讲,我们是不需要去关心这个模板是怎么构成的 如果说我们有需要去修改的话,我们可以去点击猜考 在这里呢,会给我们详细的讲解一下我们需要修改模板的一些场景 如何去修改我们的模板 如果需要使用自定义模板的话,我们只需要在这里去新建一个文件 然后我们把路径呢,去给它标注到这里就可以 然后下面会有一个路由模式 路由模式呢,应该是我们前端同学 在我们最后去发布啊,部署项目的时候 都会去选择的一个东西 那么它是做什么的呢 它就是一个路由的展现形式 首先我们先看啊,这里有两项 第一项呢,是一个哈系模式 那么哈系模式呢,就是在我们的URL后面会有一个警号 那么这个警号呢,就是我们所谓的这个哈系模式 它是做什么的呢 它是来给我们页面做定位的 就相当于我们的锚点 因为哈系值啊 它变化不会导致浏览器向服务器发出请求 而且哈系改变呢,会触发一个叫做哈系change的时间 那浏览器的进后退呢 也可以对其进行一个控制 所以它比较方便我们在本地开发的时候去使用 那我们在去线上 就是部署我们的项目的时候 我们一般会选择一个history模式 那history模式呢 就没有这个警号了 它可以使我们的路径呢 会更好看一点 那如果我们去发布使用history模式的话 我们需要服务端去进行一个配合的 那怎么配合呢 我们来看一下文档 我们首先找到router 我们点击router下面 会给我们有一个描述 history模式呢 发行需要后台配置支持 然后我们点击一下就行 它会给我们跳到 没有router的这个实例里面 那么我们可以看到 这里会给我们分了一个apache 然后endix 然后node.js 这么三种方式 我们按照它的文档呢 去对我们的服务器 进行一个配置就可以 那么一般我们在开发的时候 都会有对应的服务器端嘛 所以我们一般不去考虑这些问题 那么继续下一个 那这里呢 有一个运行的基础路径 它是做什么的呢 如果说你的项目 没有放在我们服务器的根路的话 放在某一个文件夹下下 那么我们需要把根目录之后的 我们的路径地址 我们给它写在这里 其实就可以了 如果你不去写它的话 我们去从根目录里 找我们的项目 肯定是找不到的嘛 所以我们要去 把它的一个基础路径 我们给它填到这里 启用https协议呢 我们就不用多说了 端口这里我们都不用去管 然后这里我们需要 给它打一个勾 发行时启用遥述优化 启用它呢 可以自动检查 我们没有使用的组件和API库 它可以减少网站体积和加快 首页的渲染速度 我们把它勾上是没问题的 那如果我们在自己开发项目当中呢 使用了定位地图 我们需要在腾讯地图这里呢 给它打个勾 然后把我们申请的地图相关的 我们给它填写在这里 那如果没用呢 我们就不需要去管它 然后完成我们H5的基础配置之后 我们可以去发行了 那么发行的话呢 我们只需要点击 我们工具栏上面的发行 发行这里会给我们有一个 APP端的发行 小程序端的发行 和H5端的发行 那么我们点击下面这个 发行H5就可以 那么我们点击之后呢 在这里会有一个网站标题 然后把我们的域名 给它填在这里 那我们的域名啊 我们就叫news.me 浩天.com 这是我自己的域名啊 我要把它发布到这里 我们就给它填在这里就行 然后我们其他的不用管 我们点击发行就可以 点击发行之后呢 我们可以看到下面的控制台 就已经开始去编译我们的项目了 那么我们只需要等待即可 那下面呢 告诉我们 我们的项目呢 已经导出H5成功了 那路径呢 就是这个路径 我们可以直接点击这个路径 去查看我们编译后的项目 或者呢 我们在项目里找到 unpackage 下面有一个dist dist下面呢 会有一个build build是我们发行后的目录 然后下面会看到一个H5 H5下面呢 会有一个文件夹和一个文件 这个文件夹 static文件夹下呢 是我们所有的CSS啊 包括我们编译后的GS啊 一些图片 静态资源 我们都在这个文件夹下面 然后index.html呢 是我们整个网站的一个入口页面 这一个文件夹和一个文件 就构成了我们整个的项目 我们只需要把它呢 去丢给我们的服务器端同学 或者我们自己 把它部署到我们自己的站点上面 我们就可以正常的去访问我们的项目了 那关于H5的发行呢 其实我们到这里呢 就已经结束了 那如何去部署我们的项目呢 我们可以去我们的目课网 或者百度呢 去找一些其他的教程 这些内容都是一样的 我们只需要把项目放到服务器里面 对它进行一个相应的配置 其实就可以 这样的项目 我们的项目 让区别人 所以我们我们的项目 让我们的项目 感谢观看